哈囉大家好 我是Lucy 好久不見 在更新這部影片之前我大概已經有六個月沒有回來看這個頻道 究竟過得怎麼樣 我最近在臉書的粉絲專頁上面有更新 就是我最近有點想要把粉絲專頁刪掉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 剛開始我開粉絲專頁是為了要更新我的日常 可是現在有點好像覺得如果硬逼自己要去更新那個網站 好像有點被綁架的感覺 所以我可能真的會把粉絲專頁刪掉 然後我想很多人可能不太習慣我上來這個頻道不是在翻譯這件事情 但其實我對翻譯的這個熱忱已經沒有像以前一樣那麼熱衷嗎 該這樣說嗎 我就是想多花點時間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翻譯這個東西不是說我不會再接觸 但我現在想要嘗試做不一樣的事情 選擇更新在主頻道而不是副頻道的原因是因為之前我想要把我個人的東西跟翻譯的東西分開來嘛 可是我現在覺得沒有分開來的必要 因為我之前顧慮的太多 就是自從創造這個頻道之後我發現我開始過得非常的小心翼翼 然後好像很在乎每一則評論到底寫的什麼 自己的本身的那個價值被自己看得很低 變成說好像是為了大家在做這些事情 但那不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 所以我現在覺得就是想回來這個主頻道重新再來一次 但是當然翻譯那些東西都會保留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會不見 因為過得太小心翼翼 忘記怎麼去善待自己 讓自己生病了 這是不太好的事情 那很多人覺得我沒有必要分享這些 但我覺得今年就是很特別的一年 讓大家都學到很多 也讓我學到很多 對我來說 最掙扎的一年應該是去年 因為去年我剛要升上大四嘛 等於是我不太 還不太知道未來要做什麼的狀態下 去走每一步去過每一天 所以會讓整個人很焦慮很緊張 然後又遇上我外公過世的事情 其實打擊是蠻大的 雖然平常沒有表現出來 可能連我家人也不知道 但其實我對於親人的離世這件事情 可能我必須要表現得堅強一點 可能從小家庭背景關係 讓我會覺得 我如果表現得堅強一點 媽媽爸爸他們的情緒 比較不會受到影響這樣子 就當我覺得2020年 心裡認為2020年會是更好的一年的時候 沒想到發生了就是 新冠肺炎大流行這件事情 然後我跟我朋友很親信 可以在一月多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大流行的時候 去海外畢業旅行 那是我第一次真的就是放鬆心情的去度假 然後跟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去海外看看 不一樣的風景 不一樣的人文 世界這樣子 我覺得 對我的病情來說 是好轉了很多 改善了很多 我覺得我也 改變了很多想法 但是沒想到一回來就碰上 新冠肺炎這件事情 偏偏在這個時候感冒 然後很少發燒的人在這時候發燒 讓我整個人心很慌 恐慌症也來 翹綠症也來 但是有旁人的協助 還有自己的努力走出來 現在才能在這裡拍片 雖然說沒有百分之百克服這個問題 但是至少經歷過這些事情之後 我學到就是怎麼樣正視自己的問題 然後去克服它 而不是看著別人的顏色生活 然後連面對自己的勇氣都沒有 尤其是這幾個月我想了很多 可以很明確的知道就是自己 現在真的想要做什麼 立下的目標現在都要著手去做去執行 不是只是說一說 或是只是寫一寫 尤其是2020年這一年 教會大家很多事情 就是除了愛要及時 我覺得也要把想做的事情 只要在能力範圍內 只要在許可範圍內 能做就去做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怎麼樣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來 2020年或許是值得 大家去重視的一個年 然後最後就是跟大家說 不管你選擇要繼續支持我或是不支持我都沒有關係 繼續在這個頻道更新下去 是我想要為了我自己做開心的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這一年 給大家帶來的體悟 跟一些經驗 我覺得很重要 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那我也會繼續努力下去 只是往另外一個方面去嘗試 探索不一樣的自己 大概就是這樣 之後更新影片可能也是不固定 但就是 偶爾會上來像這樣更新一下 只想跟你們說真的很 謝謝很多支持我的觀眾 一直有在回顧我的翻譯影片 會慢慢的回來這個地方 跟大家聊天啊聯繫等等的 不管未來怎麼樣 希望大家都是不要抱有遺憾的 帶著微笑努力 過每一天 掰掰